1985年,上海电视台联合上海市工人文化工共同举办了一场上海市乐剧爱好者电视演唱会大奖赛。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奖赛吸引了4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爱好者参与。 最终,经过激烈的比拼,由观众票选出了7位得票最高的优胜者。 为了嘉奖这些优胜者的突出表现,大奖赛组委会在人民大舞台举办了隆重的揭晓发奖仪式, 并邀请了浙江小百花乐剧团、上海乐剧院等各剧团的优秀演员们助兴演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上海市乐剧爱好者电视演唱大奖赛,到今天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这次我们采用观众投票以选票的多少来决定零次的评选方法。 这次我们一共收到了观众选票由41517张,其中有效票是40674张。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已经从中选出了7名得票最高的优胜者。 现在我们就向大家揭晓一等奖,两号张仪,27267票。 他今年12岁,是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的学生。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发奖。 心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发奖。 嗯,对我们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发奖。 在武明镜业大众平发奖,我们下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发奖。 武明镜业大众平发奖。 G所以,他今年12岁,对我们下海电视台仪,乃至那边和世界上海电视台围。 草鸟是 中车向白红海巷 我把那心上的碗的泥匠 写的东西 平安一条 我怕那也怪我事 不知道 我其实 长长节节来 早了 你咋满脑 我大雨 你撒开眼 我写笑 我你 动作起碗 动上碎 像一幕 苏生的 青铜包 三字旁 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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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的 中间的 木梁 青鸟 比赛好 四字小 妹妹 生的 青鸟 青鸟 四今日 你乘着 安静伴我瞧 三朝四起 玻璃鸟 四跑牛 四温落 破蛋 满脑 我遇错你 当也是 那也好 为什么 愿而彼此 叫我跑 你与去说 也是 谁也好 为什么 别人 托子 也上飞 你叫我 报名 不怕 狗里 莫安 我就是为你 饲料 叶子 狗粗丝的 鬼魂 愿难 干 叶子 狗粗丝的 鬼魂 愿难 干 获得者 二十六号 许秀珍和一号 郑雁平上台领奖 由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颜庭 上海夜剧院院长 李瑞英发奖 一号 郑雁平 演唱《红楼梦中藏花选段》 郑雁平是上海第三模仿制厂的工人 今年十九岁 雁平是上海市组委员 适合国云人 倾刀 雁平 又年一号 一号 郑雁 東华 宇文 相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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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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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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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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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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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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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